古建築是老祖宗留給我們一批最寶貴的財富 這幾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 大量的古建築也隨之而消亡 因為我們作為這代人 我也看著眼睛 所以我用微景觀的藝術形式 重新給它呈現出來 我叫李海斌 從事古建築復原已經有20多年了 最早的時候我都是以油畫的方式給它實景復原 近兩年的話我也是在藝術上有所突破 用微景觀的形式 用綜合材料復原古建築 古人居住的環境 包括它的格式 木雕還有石雕、鑽雕 都是非常的精緻 比如我近期完成的先居的同江書院 我是去了那個現場 真實的此稱我去量了以後 縮小35倍把它製作出來 先居有大量的古建築 後來同江書院也是一次偶然的 我轉到這個地方 我就第一次發現 哇原來有這麼精美的那個古建築 這是第一個被我吸引到的 後來我就進到裡面了以後 我才了解到 原來是800多年前 我們的方家先祖方澤 在這裡創辦的那個同江書院 方家的後人幾百年來一直做維護著 也是基於我對方家人的一個經驗 所以我就決定先居的古建築 第一棟的微調復原 我一定要以同江書院為主 我們古人對這個環境是非常的講究 所以從這裡就可以感覺到這種氣息 左右兩邊的這個古楚書 它是由這個銀刻的一樣 地面的鋪石跟同江書院周邊的環境 是高度地融合 我現在都是堅持以純手工去擋造 盡可能地復原每一個細節 雖然《衛玉景觀》製作的過程很繁殘 很漫長 但是我就看到我的作品 一疊一疊的成形 我也非常的欣慰 也很享受這個過程 除了同江書院 我還創作了其他一些老建築的微景觀 包括大家比較熟悉的 焦江浙東千里海棠紀念碑 和海門衛城上的觀海樓 以及近期在創作中 守衛海門衛城的奇蹟觀 古建築史活著的歷史 也是可以觸摸的時代記憶 我希望通過 《衛景觀》的藝術形式 可以讓更多的人去重視它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進來 一起去保護和傳承 《衛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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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景觀》